原来读书人才是杠精终结者 你都已经老热牙子在江湖外面的 你可能从来不知道 圣男性你虽然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那我关注了又能怎么着呢 我以身相许吗 狂妄大学生班门弄斧 被一中天怼得牙口无言 本职是一个教师 但是到了快退休的年纪 你又上了电视 讲起了不属于本专业的历史 是不是您当年在放牛的时候 那些离年而去的母牛 造成您的空虚 也造成您没有存在感 那我告诉你 第一条 我当年上百家讲坛的时候 学校没耽误一节课 你现在们会休啦 惹谁不好 批评要惹他 快歌这个词 把诸葛亮想象成这样的形象 一笑大发 一笑大发 不过三国志没有 珍藏八尺 容貌甚伟 不叫帅哥叫什么 被主持人质疑讲课时用词不当 老师您在讲课过的时候 是不是非常刻意的 可以用这样的词 我再强调一切 我在任何时候都这么说话 说是刻意还是不刻意 为什么不有所听见 一定是一个大众传媒 大众传媒的意思就是不说人话 挫折和失败是一中天的关键词 我心脏中的关键词 挫折失败 人家不都说你挺成功的吗 失败是成功之母 错误是正确它跌 每个人的起好线都是一样的 一中天教你如何怼人不带脏 至少就是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些片段 就是您的说话的方式 语言的选择 应该是有一些就是生活中的经历才会这样的 我写一个皇帝 我得先当回皇帝 我写个X语 我得先当回X语 求两位主持人的心理解析 我还看到有评论说 就是您为了保持名人热度 而进行了一场名人战争 那您怎么评论这种 终于回答这种愚蠢的问题 您就不纠缠这件事了 那说随便你纠缠可以